阿大利亚重开国境,中俄发表联合声明 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GoMarkets热电话的解析,我是Rick 阿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代表联邦政府官宣将于2月底重开国境 原定在复活节前夕彻底开放的国门将再次提早 这也代表着澳洲将允许更多的游客进入 不再是只有留学生,工作签证持有者等 也看得出来,澳洲此次对于国境的开放是十分的迫切 其实从去年12月份开始,陆续就有留学生返回 因为疫情的原因,消沉了两年多的留学生市场 即将迎来新学期的第一缕曙光 并且由于国境封锁,大量的工作签证持有者无法入境 这也是导致澳洲人力成本大幅上涨的原因之一 还记得悉尼曾经有过报道 餐馆曾经开出过天价的时薪都找不到服务生 有了人口的流动,就能带动经济的运转 相信在国际旅游业陆续恢复之后 旅客、留学生以及新移民的加入将大大促进澳大利亚经济的复苏 包括像房产、消费、餐饮等行业都会收到该政策的利好 反映在股市上的最明显的就是旅游航空板块了 在公布消息后的这两个交易日里 股价连续上涨 其中FLT Flight Center已经站上了20的整数关口 并且连续两天涨幅超过了6.5% Webjet盘内触及6块附近 昨日涨幅达7.44% Quantus QAN 高开低走 但是收盘时就要上一个交易日也是上涨了1.1% 收涨于5.49% 相信仅从这几只股票就不难看出 市场对于放开国境之后旅游业的看好 就连A2 Milk在公布澳洲即将开放国境的消息的当天也上涨了0.56% 说到A2 值得我们思考的是 A2之所以跌到如此的价格 其中是有国际代购大量减少的影响的 如果随着澳洲国境的逐步放开 越来越多的旅客进入澳洲 会不会因为代购的恢复 A2的销量进一步提高了呢 这对股价的影响相信就不用我来多说了吧 那近期还有一个板块的涨势是非常的喜人的 那就是澳洲的矿业板块 其中澳洲铁矿石三巨头 RIO BHP 以及FMG 均高高收涨 其中 Riotinto涨幅最小为2.17% 至于铁矿石的价格强势上涨是分不开的 昨日铁矿石日内曾经到达过153美元每吨之上 是2021年9月份铁矿石下地以来首次占上150美元关口 能源板块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 受近期原油价格暴涨的影响 WPL连续9个交易日上涨 昨日收于27.03 收涨1.01% HL站稳7块之上 昨日收于7.33 众多板块的轮番上涨 ASX200也是重新占到了7000点之上 国际方面 中俄两国签署了10%